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心也可以 心可不可以定一会儿 哪怕你是兜着呢 有时候坐在那儿 心静下 心能坐住就OK 因为我们腿坐住的目的是心坐住 你要心直接的切入 坐在那儿 我的心能够很清静 很静下来 那么腿没问题 你可以困着 你可以盘腿 当然说盘腿还是有一点好处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心静不下来 那么通过外在的一个形式来达到 但是还有一个身体的知识 毕竟到最后身心是一致的 你知道吗 心气是 心的身是一体的一绝的 不是两个东西 那这个生理上出现问题会影响到心态 心理上也翻过来影响生理 但这个金字塔形的函作方式 从几千年来流传下 很多高人给你总结出来的 它是聚集能量是最快的 而且能坐很久 你的身体不会摇晃 就很适合那种朝年残兴的 就是说 你溃在那儿 时间不会久 或者躺下就睡着了 但是呢 这个单排或者双排盘腿这个姿势呢 以你的积住很容易不用变形成 而且很多人肯定坐一晚上 几天几夜它倒不了 最稳 三角形最稳 而且金字塔的聚集能量是最快的 那你的心也是个能量 有时候我们想转一些念头 或者想做一些事 我们心里别说没力量 你没力量 你想转心有余力不足 知道吧 能量不足 你能量不足 我们也其实到最后最高教育是 你能量也足 你只是定力 你只是散乱 你的能量又不少 全是你的能量没有 它太散了 你要凝聚成一个碟才能用嘛 所以这个 这个坐姿很容易把那个碟 聚集成一个碟吧 所有的能量 尤其你利手的时候 比如你手这一块 这一块下单铁 中单铁 上单铁 或者你手一个中脉 或者以脉龙为主 一个一个焦点 说喉龙啊 明龙啊 明星龙啊等等 七龙 七龙 不是三脉七龙吗 佛教是手脉龙的 那么这些 当你手的时候 你在那个 你那手的心念到达的那一块 气会聚集到你 气 时间久了就成了能量 气 气啊 它开始是气 气 如果你心很定很近的时候 那个气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地方 气到达的地方一定会发暖 发热 知道吧 然后它因为气到了一定时候 就是能量 能量到一定时候就会发光 发暖向嘛 有时候发光然后就转化成了光明 就是这个是一个气脉的转化 然后你还有能量聚到一定时候 它如果心很定 那个能量就有散慢慢慢慢聚集 聚集聚集到一定时候 如果你心黄昔呼吸 忘我的时候 这个就会压到最低 就是最后成了中空的能量团 会有一个能量团在这 那个中空的奇迹越来越小 因为你越定越忘我 那个奇迹越来越小 而且你不动嘛 接手就到最后呼吸度很慢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爆炸 爆炸才发光 就你成了光明声啊 光明声的时候你就有一声声了 就是我刚才说唱也能唱得一声声 就是你会发现法界里面有一个光明的化身啊 或者是什么 因为光里面会成像 你就能看到境界了 能成像啊 一些能看到天道的东西 看到一些你平时看不见 你就是你的生命等级 气个能量是一个人道的生命等级 再往上进入光就是另一个生命等级了 你就你的心情上的东西到了天人的等级 你能看到天人 你领悟到天人等级的就是境界 就是从能量 从气能量到光是一个质变 这是一个质变来的 这是生理上的 但是生理上 这个比较慢 所以有讲 就是说你这样子 但是更多的是佛一佛 他从心性上开始 就是说修布施啊 直接忍辱 就是说从心性上 达成道士 从心性上 心性上更快 心性上成就更快 他直接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大菩萨 佛的等级 因为佛就是那样的 直接让你学佛的样子 因为你说你是凡夫嘛 那么佛是那样的 佛就是 佛是很宽容的 佛是慈悲的 佛是一切具足的 所以他得失他不在意的 这是佛的心态啊 那你 因为你现在不能不在意 那么就成了布施了 如果你不在意得失的时候 不在意得失的时候 那就不叫布施 是不是 你拿出去给你拿回 因为你是圆满的 你拿出去 还是在这儿拿出去 还是在我 因为你那个我已经很大了 那个我是无我之我 已经很大了 那你就像这个房子都是我的 我从这边拿到那边 还是我的 我拿到这边还是我的 始终在你法性里边 拿来拿去嘛 失来失去嘛 众生都是你了 那你抬什么布施 你还是给自己嘛 给来给去 转来转去 最后还转到你这儿 你在自己家里 从东边拿到西边的东西 所以说我布施到那边了 那就是说 始终在 这个法界就是你啊 是你每个法界在一起啊 是你不法爱住在整个法界里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不能像佛那样的 我们还在意得失的时候 就成了布施 就成了忍辱等等 如果我们是佛的话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那样 那是佛的品质 所以大成道是最快的 直接让你放在佛的位置上去 成为一个佛 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 每个人的本性 那么大成道就是 先学佛的样子 直接就 就把自己搁在那个位置上 慢慢慢慢 你开始觉得受不了 慢慢慢慢你就扯了佛了 就像那个花 开始就这么包 慢慢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让你打开 完了你就死 这个就走大成就是那种 那厨师说你真的受不了 你这开开开不了呢 剩下的就是修气脉 就给你吃肥浇水 你开不了嘛 浇水 但是因为从根本教育上 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吃肥浇水 好像到最后是个梦嘛 吃肥浇水 所有的修炼的次第 气脉的转化 最后成了一个在司空里边的梦 成就以后 因为这个是在梦里边 它是真实的 一旦梦醒了 它就变成了个幻境 这就是佛学的 所以心性上 按目前的大家修行的角度 就是心性上的生理上 痛死了嘛 所以你说我盘不了腾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是 心要静下来 如果有时间也列列 没有盘不了的 我单盘可以 我单盘可以了 我散盘也行 散盘也行 只要盘着 处在一个角度 它这个盘腿 这个是三角角 然后静下来 然后内外 就是说他们现在修绝而不动嘛 因为你的绝一定在那里 那么你觉知的是什么 身心内外的境界 一个是你身体的境界 一个是外边的境界 是吧 外边猛响了 有汽车声等等 什么声音都有 那边呢就是 算马里脏痛 开始就是这样 那再维系一点 可能血液流动的时候 心跳的声音 心跳的声音 细胞里边的病的声音 或者胃乳动的声音 这些东西你都能觉知到 那种越觉越仔细 越敏感 那么你静下来 身心内外的一切都在那 你就觉 但不动 你不能反应 不能给它下定义 不要说这个是汽车 小汽车 大汽车 马上就更知道了 你只是觉 什么东西你都知道 寥寥分明 但是你不要下定义 不要去反应 不要跟着它跑 这就是先修这个 好 嗯 因为 开始是这样 但是当你决决决决决 内外内外 你知道吗 其实内境外境到最后 全是虚幻的 你只要不动 它就才能写卸出它的虚幻 你知道 就像一个什么 比如 我们开着一条船 在海上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岸在移动 河岸在移动 现在你看到内外境在动 很多感觉是你的头脑在动 是你的认知 意识层面在龙转 在动 但如果你要想看到那个 河两岸不动的时候 你船一定要先停下来 是吧 你船停下来了 你就看到 那个岸是不动的 没移动的 现在就是你要这个 这个绝不动 你先处在那绝不动的时候 内外的境界就呈现出 它梦幻泡影 就虚幻了 否则这些东西 永远对你是真实的 那么当你这个绝 安住在绝不动的时候 内外境界 时间久了就开始虚幻 你就困扰不了 但那个时候 当外境开始 内外境界虚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一个绝在 那个绝 是相对于内外境界 建立起来的 就是内外境一虚幻的时候 你发现绝也虚幻了 绝也虚了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什么会发生吗 这就是佛学里别说 绝于所绝空 你知道吗 刹那之间自我消失 我们是无我的 开悟了 就这么简单 你会了知你的无我的境界 但这个在修正过程中 他还有一些指定说 当你绝于所绝空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绝绝绝 定住不动的时候 生起气脉会转化成光明 我就刚才讲 到转化成光明 这个绝于所绝 就有另一个概念来表现了 叫照于所照 因为成了光明 你的身心就变成个镜子一样 开始是照不见的 开始是感觉 自我的感觉 因为到最后 从能量气脉变成光明的时候 你的身心世界就变成一个 就像一个镜子 就是有光明了 那个时候 就不叫绝于所绝了 换个名词叫照于所照 当这个 这是一个生理的转化 到照于所照再空了的时候 那就开悟了 就是圆照 这就是关系 不是照绝无用皆空的境界 叫照绝 它不叫绝 因为我们的绝里边 还是自我 刚开始你的绝是我在绝 有我 我在绝 我在绝 但是佛呢 因为它是无我的 所以佛叫约绝 所以佛的绝坐在这 它一刹那就是绝十方三世的 时间上 它能够横跨过去现在未来 它是过去现在未来 都能够绝的 那是空间上十方三世全在它这 因为它无我 我们有没有有自我 就叫我绝 人家叫约绝 就是这样 就是坐在那 开始绝 就是保持灵敏的绝子 寥寥分明 然后不要动 不要去分别 认知下定义 不要绝症 那叫羊羊 马上就知道 你有个感觉也行 你不要给它那么快的定义 它叫羊羊 它叫痛 慢慢修炼这个 但是有一些本能的是 会起来说 本能的绝就马上就很快的就下来 但不要管它 那是虚幻的 你本能的生起的那些东西 就像突然有个烟冒出来了 跟你没关系 你是没有动过的 接信 就算是你乱七八糟想了 但是接信你本来是没动过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无我的 无我没有可动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动呢 你是没动过的 就是说你接信你是没动过的 坐在这儿凶 虽然你开始很散 但是借底啥要到位 就是说这就叫肢戒啥 你知道你什么 一定要坚持住你最根本的肢戒 你是你的本来样子嘛 就是说不管你 就是说这个人病成什么样 这就是说你得了一大堆病 但是你本来是谁 你一定要知道啊 是不是 这就像龙强说你得了很多病 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了 你坐在这儿说 哎呀我是提前大胜 我是谁谁谁 我是谁谁谁 但我一定要说 你记住啊 有一个字叫楼桥 你是他 虽然你现在认知不了 你是楼桥了 把楼桥也忘了 把过去的记忆也忘了 但是这个概念你要记住 有一天你会回归到楼桥 就是说你知道你是楼桥 这是真实的你啊 剩下的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真实的知道 我们是佛 我们本来是佛 我们是空性的 我们本来是佛 而且我们无所不能 而且我们是没动过的 你不管是散乱也罢 静也罢 那只是一个幻境 其实很清静也是一个像 很散乱还是一个像 是两个像 而我们是看着这个像 我们是知道这两个像的那个东西 叫绝 没动过 我们是不动的 我们不动是因为我们是空性的 我们是没有可动的东西 这是一开始的修论 当然说你修到一定程度那是另一个指导 这个是最快的最高的 就是从最高教育往下走 如果你唱六指大名咒的时候 我建议你把自己观成一个中空的球 你是球心的一点 就像法界之心我心 你是一个球 坐在这儿 一个透明的球 这个球是无边无际的 大的 然后你是这个球中心的一点 然后当你发声的时候 这个声音是从这个一点上 刷 覆盖到整个球面了 那样你真的很高 那个声音 那就叫高音 我认为那个爆发力是最大 而我们的心声是那样的 你知道 每一个的心声 我们来自于那 我们来自于宇宙的一个点 那种 我们认为我们是爆炸出来的那个光子 就是我们的心音啊 就是 覆盖在一切处的 我每一个的心声能覆盖在一切处啊 有多厉害 我们的心都一念 一下子十方三十都能够穿透 都能穿透 十方三十 时空都能够穿过去 这是法界的高音 这个已经不是人情的了 你要唱你那个歌 还是先按照你的字节来 你先试试啊 你要试试唱 白背你试试这个 这个法界的高音 圆满的高音 不在于音量有多大 它在于那种感受 对 对 在辐射面 辐射面多广 辐射面的广 也许这个球 就这么点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球 你就要它辐射到每一个面上就行 这个球可以很小 这个球可以很大 无所谓 但是你很难的就是 你一下子把它辐射满你的声音 知道吧 那是最圆满的 那是最圆满的 当你能把这个球 这个唱完 能辐射满这个球 你觉得你唱的时候 这每一个角度 你都觉得你的声音到达的时候 你想想你多厉害 这个很难的 包括你观想都要到位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能这样 你就成就了 不只是在修法修正上也快成就了 不只唱 那唱是另当别人 你在修 修裁地上也快成就了 这就是 这就是真正的 就是我们的本位 你本来就是法界的中心 每个人都是 法界就像一个球 无别无际的 可能小到戒者 可能大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因为法界是没有大小的 你不能大小 那你可以把它是这么大 也可以这样的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很小 那么不管怎么样 你是它的中心点 就观想一下 对啊 你是法界的中心点 每个人都是 所以宇宙是没有中心的 你知道吧 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都是中心点 因为法界就靠你这个中心来膨胀 每个人都可以 因为没大 没有大小 每个人都是 是我们被师父师父 才这样认知问题 这样子修 然后呢 在日常生活中呢 保持一个绝招 自己的每个体型 动念就会清楚 是贪嗔痴蜗爷的哪个病犯了 贪嗔痴蜗爷是我们那些病嘛 哪个又犯了 犯了不怕 绝招不到才怕 犯病没关系 下次不犯了 我们绝招到了 下次不犯就OK了 但是我们要说 校正它 我们总是说 用什么理由 那么我们主要有一个理由 或者动力 我们去改正我们这些东西 那我们要重蹈 或者是我们要什么 那必须去校正 如果没有一个理由的话 你还是不改 你不会改 就是说每一个绝招 就是修绝招力嘛 还有就是说 最基础的还有就是说 要保持一点慈悲 慈悲就是 当你绝招到自己的时候 也能绝招到身边人的 比如说 当这个人骂你暴怒的时候 当这个人很辛苦的时候 你从内心能够升起 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关心他 拿个这东西给他顺过去 不是 是你在那的时候 看着他的时候 你内心深处会想 哇 这个世界的人多苦啊 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苦难 可能今天不是我是他 但是有一天也许是我 也许是我的亲人 也许是这个世界 你会通过这一个人方式 看到这个全世界 所有人力的东西 会看到很多人 他们好辛苦啊 就可能今天我 我这两天在体验 可能过两天他在体验 只不过是我们体验的事情 跟人不一样 对境不一样 还有那个人暴怒骂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真的是犯病了 就这样想吧 因为他不清醒 他不知道为什么暴怒 他暴怒肯定是他说不出来的东西 他有促顿他利益的东西 他受不了 然后他暴怒 他发泄 就是他很可怜 他就是有病了 他就是病犯了 就是说 你看问题的角度不要 你的慢慢 你的慈悲心会生出来 这个很重要 慈悲心 知道吧 有慈悲心的人 他是没有敌人的 知道吧 你就助缘多嘛 就没有人跟你靠 因为你看哪个人 你也不会把他看成你的敌人 即使他侮辱了你 或者你觉得他真的病了 他病那么重 你都不可怜吗 你还要跟他抗衡吗 除非你包容不了 帮不了他 你就够那个了 你还在去恨他吗 抗衡他吗 这不可能的 你是生不起那些心的 慢慢你的慈悲心就形成了 这是一个佛格菩萨最根本的品质 没有慈悲心 怎么可能成为大菩萨成为佛呢 你怎么可以成佛呢 你是要成佛的 还有就是说 成佛的决心 你要不要成佛 成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今生要不要往这条路上走 这个道心的结果 你如果要那么 下跌决心了 那么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 很多的障碍你的 尤其是自我的利益的事 触动到你利益的事的时候 你只要为了成佛 你什么都可以舍弃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 真的是搞清楚 你要不要成佛 你成佛是个什么的时候 一有点这个世界 发生一些障碍 或者你就放弃了 你就又游戏在那些事情里面 等你那些事情受了伤害了 你才又回来 很多大家修行很多人是这样 就是说 当修正的路上 就是除非说有老师拖着走 这是利益的事 如果没有老师在身边 那你遇到事情 你就去拐弯了 你就去跑到那个事情里面去 这特上一两年 你又回来来说 好累好疲惫 伤得伤痕理理了 又回来去修道去 也没问题 就是说 多走些弯路而已 因为到最后 你回到道上的时候 如果你去看我 当然说庞子 你出去玩的那部分 也成了修道的资本 也会给你触动感悟 但是那个真的是太辛苦了 而且有些路可能走的 可能那样选择 可能另外的选择更好 你原来一直没有老师 所以不知道大师修的对不对 你就是 是 没有 很多老师其实讲的也没有 也对 只能是哪个老师 教你 带你走得更快 更圆满 讲得更圆满 也不能说 其实很多 你碰到的很多才修 他们基本的也对 这就是说 你说碰到了什么等 就像你学音乐一样 你说教你一个美声唱 通俗唱 他也不能说他不对 但那个起点就低 那教你说用你自然的声音 你就会领悟 因为你跟他相应 你就突然觉得 他说的 那个国外的那个老师说的东西 更切合你那些渴望的东西 你愿意那样去努力奉斗 最后一直达到那种唱法 而很低级的老师 你听他也对 但是他受受不了你 你觉得这些东西 你不是你追求的目标 就是这样 你当时上次您不跟我说吗 我说我原来就是念阿弥陀佛 因为从来没有老师 我怕修错 因为我就没有那个智慧 去分辨哪个老师 因为你很年轻 念阿弥陀佛很好 很多人把他做为一个 就是因为他又能 万一我们这一世修不好 下一世我们也可以带着他 就是说到极乐世界等等 很多人以为这样 其实我觉得对你们最快的 就是一定要留本性 你本来是佛嘛 那你就是这个阿弥陀佛 是不念而念 这就是实相念佛 阿弥陀佛实相念佛 佛在念佛 那如果一旦你领悟 这个不念而念的这个观点 因为你就是佛 你的心里边发出的声音 就是佛的声音 是不是 那就是佛音 怎么可能不是佛的声音呢 你是佛你还能发出别的声音 这个声音 那么这个声音是慈悲的 这个声音是智慧的 等等 怎么充满爱的 怎么都可以讲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一旦这样的话 其实你每思每刻也在念佛 这是你最根本 你能不能相信这一点 你是佛 而且你会越来越透彻的了知这一点 如果你能穿透这个世界的任何事佛 可以进可以出 已经取舍自如的时候 你就是佛了 就没有东西可以控住你 把你绑住 你可以做可以不做 很自然 那个时候 你就开始视线你的佛心出来 你才能真的到达 跟佛才相应 你就是可能有自在了 大自在的状态 那个时候你坐在哪里念佛 你不需要最把里念出来 你就是佛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是哪个佛也没问题 像是哪个是哪个 一如来嘛 境界嘛 一样 你明天那个时候 你不用念佛 你可能离走的时候 发个意念说 我还是去极乐世界吧 就OK了 你就这样想一下就OK了 那佛就来建议你 像摩尼佛 和这话来建议过去 你知道吧 你来吧 极乐世界欢迎 你就这样 否则你拼命的念 你心里面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渺小的像个虫子 你都不知道你是佛 你渺小的像个虫子 在求 在遥远的地方 求阿弥陀佛来吧 阿弥陀佛也很慈悲 来了 但是他光芒外照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缩小 你也看着他比虫子打 可能 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是认知 他就是那种光明啊 就算是他无声无笑 他那种光明在你面前的时候 那种遥远的光明 那种金光 那种你内心深处 你要自己自我的像个小虫子的时候 你跟他相依不到 你看你认不出他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阿弥陀佛 那种强烈的光 就像如果我们是个蟑螂 早就溜了 你怕知道吧 恐惧 我们不是恐惧 有时候并不一定恐惧邪恶的 有时候也恐惧太正义的东西 知道吧 作案式的那些人都怕法律 法律是很公正的 是不是 都长嘛 也怕正义啊 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些阴影嘛 有些阴暗的东西 怕那种光 因为那种光里面太圆满 那些东西 都会逃逸的 不是不来 是你自己 你把自己放到该放的位置上 还有你中医生境界 你会出来很多的境界嘛 就像做梦一样 你会出现邪式的 生生世世的那些幻境 阿弥陀佛在那说 快过来吧 你不是要去极乐世界 你说等一等 我先去忘了 那些事 因为你忘了嘛 现在不就是嘛 佛菩萨说你学佛吧 你学佛吧 你快念佛号嘛 你说我家里还有点事 我先处理一下 那还不是这样 你修行吧 等我家里还休息 我还没赚够钱呢 我现在赚几个月 我完了杯子钱再来休息 还不是这样 我都老了 退休了再来 那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在那个中医境界里 你是有幻境的嘛 你头脑里边那些 而且是好几世的幻境 它都会突然呈现 就像你做梦 屋里头的 就冒出几个境界了 那些境界都诱惑你的 你喜欢的一个姑娘来了 你跟着她就走了 阿弥陀佛就在那儿 叫你你也不去 就是这样子嘛 她是那个 那个姑娘是她 衣经里边自己生出来的 就是说她 你衣经里边有幻影嘛 你在幻境里边 就像吃了那个毒品啊 你出现很多的幻境 那些都是不真实的 然后你就迷在里边 但迷惑的时候 你就投胎了 你就走掉了 其实你是一种 并不是说真的有个姑娘在那儿 是你迷惑 疑惑 因为你即使说看到阿弥陀佛像个美女 或者是什么 你内心的绝兽生起来 你就堕落 你已经投胎了 很多人 你着想了 你已经慢了 她脱胎了 对 走掉了 你情欲生起来 或者是什么 就走掉了 老师我现在就感觉 总是胸口的位置 还是有感觉 今天有个阴影 在那儿 像个阴影 有什么想法 我也不清楚 反正就是 林辉国这些是最难受的 但去医院检查 一旦是没有 什么时候最难受 那是一零年吧 整个这一块 影响到喉咙都已经 就每天想感冒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来说 我也不清楚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 生活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有不太愉快的事发生 肯定是不太愉快 当时反正我觉得自己修行人 对方那么做肯定是 当然自己很不爽了 很不舒服了 但是自己觉得 他的狗不应该在我这发生 所以我就什么都没做 对他就没做任何东西 嗯 嗯 那你还是伤心了吗 嗯 但是也说不好 反正就是 一到现在修行上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 总是不舒服 嗯 那你不是说你还是很在意吗 就是说你到时候是 虽然说你是把你放在修行的 都没计较 但是内心你是在意的 包括你的喉咙 这块还有心脉这一块 这块你还是里边的气脉啊 什么一看就受过伤 受过伤 第一是受过伤第二是气结 就是不通 对 气脉是不通黑色的 就是有有梦气啊 有生了梦气憋在这一块 而且这种气让你受伤了 你的心伤心了 嗯 而且伤到了喉咙 这一块 这边这一块 嗯 这个需要一些 嗯 释放 就是说你能 有时候打坐的时候 你可以回归到那个境界中去 再回去 有时候回去啊 就是说你在哪一块受过伤啊 那件事情 你很 你很受伤 你闭着眼 静坐的时候 踩地的时候 你让自己的意识回到那个 重新去体验啊 重新体验 比如说 嗯 比如说当时 嗯 你爸爸打了你一个耳光 然后你会说过去了 你会说从那以后我在凶吗 OK了 那你坐在这的时候 你就闭上眼 然后打坐的时候 就回到当时那个情节啊 就是一念 一念观想 观想回去回去回去 一直回到 当时你父亲打你那一刻 那那个那个 那个镜头 然后让他出现 不断地出现 就是他仍然在打你 他仍然在打你 你看着那个镜头 你以一个旁观的角度 因为你是回去 以旁观的角度看嘛 看那个你爸爸打你 或者是 然后你用你 因为你现在的思维 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嘛 你现在你在想 你再看看那个原因 他为什么打你 而且观想 他当时那种暴怒 或者是什么 把那种境界缺小出来 然后 当然那个原因 可能你心里很清楚 没关系 你就重播那个镜头 不断地自己重播 就是翻回去看他 看看看看 你突然就解脱了 就是有些东西 那种截会崩开 重播 翻回去 因为重播的时候 你是旁观者 因为那个时候 你是身临其境者 你是受害者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变成了旁观者 变成了 为什么你发生的截 我没受伤 因为我是旁观者 旁观者是不受伤害的 知道吧 那么现在你翻回去 你旁观当时那种境界 然后让他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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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演 然后演的时候 你不要动 你只注意旁观 在看 你只旁观 旁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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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地方的东西 就会排出去 随着那个境界就走掉 随着就重播的那个境界 会排出去 你只要心不动 你只要不理 你既不带着恨 也不带着爱 你什么也没有 如果有伤心 也没关系 你只是觉知 觉知里边有伤心 觉知里边有恨 觉知里边有暴怒 觉知自己里边有冷漠 冷酷 你只是觉知 觉知觉而不动嘛 你只是觉不要动 只是重播那个镜头 一次不行 两次三次三次三次 突然有一天 那个东西就解脱了 你这块在治疗 知道吧 你把自己放在旁观的角度 那个事情 就从你的信息里清理掉 把它清理出去 清理出来就是回到现场 回到最源头去看 作为一个旁观者 观众去看那件事情 然后慢慢那件事情 当然说 如果你有更高的智慧 你也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第一次不动 如果动的话 如果你不自觉地被牵引的话 你的形态跟当时是不一样的 你用一种慈悲 慈爱或者智慧的东西去看 或者甚至你在里面可以忏悔 如果今天你可能面对那个人 或者什么 你去说 你会重新说两句话 然后去忏悔 或者是去安慰他等等 重播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改变剧情 知道吧 我们回到过去 改变了剧情 结果就不一样 这是个结果嘛 知道吧 明白了吗 改变剧情 就是说那一刻 你变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 或者是旁观者 或者变成了一个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心理治疗 就是这样子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变成旁观者 或者是变成一个 另外的一个 就是说受益的人 或者什么 你去改变那个局 也可以 你看看 因为我们是回到过去嘛 其实人心里边都是一场梦 你修改你的梦境的话 你回去以后 假如说 或者是 你没有做那件事 或者是他打你 你没有 你不是的 你翻过来是你打他 或者是什么 你换一个角度 你重新改变那个剧本 你试试 你会感觉 你角色是不同的 或者就像梦境 你就说他打你那一下 其实你内心 你把你放在旁观者 如果你不是一个修行人 你要怎么做 OK 你在那个境界里全做了 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修行人 我可能会打他两下 走他 打死他 踹死他 你就在那种境界里 你连踹再打 把他打成稀巴烂 然后你回来 你试试 然后如果回来寒梦的话 再进去 说这个方法不对 然后再进去 重新改变剧情 然后再回到 然后他要是再出来 就是说 跟他沟通交流 你就告诉他说 那件事你这样做不对 你很伤心啊 我很希望你的友谊 但是你既然这样伤害我 你有没有改变 如果他冷冰冰地看着你 你再给第二个试试 其实这个是 因为从最高的境界 我们是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是无我的 其实所有这个世界的东西 都是我们可以回到这种 镜头里修改这些东西 对这种心理上 情节上导致的创伤 会有帮助 如果是真的有病 那就内打别了 那就吃药 但是如果是 只是情感上 气脉上的问题 通过这些也可以 这要是最快的 自己治疗自己 还有就是说 有时候说 那特定的差 或者你到了一个特定的差 差很强 或者是上司 你对上司绝对的信任 可能聊聊天 把你内心的欲谋吐出来 也就完了 有的人通过跟你聊天 聊聊聊聊 他就解脱了 有的人就是说 他也说不出来 但是那就伤害人家在他 有的是觉得 你看有一些人就是 他平时很直爽 就像冯姐 或者是他很豁达 很直爽的 他坐在你 啊哭的稀里哗啦的 把他那些委屈 全跟你说了 你就听 他说的时候 你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有正量的人 你听完他就OK 他就这块好了 他对着你说的时候 他就好了 知道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平时的脉道 没那么通知 就是说 不好意思说 或者是不愿意那么 哭的稀里哗啦的去说 觉得这件事 自己已经把自己说 我不应该那样 你只要受这个指令 那么你这个东西 一定包在里面 你不可能流出来 那你就说 要自己回去了 尤其是男性 他有力不轻弹的这种 那你就要自己回去 把那个笼包挑破 发泄一下嘛 回去揍他 你知道吗 揍完了 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如果感觉不良好 重新来吧 我觉得 对 你儿子再回去 找他一顿 我受伤不去了 很清静地回去 就这样 其实主要是你怎么想 在听怎么办 不是 这是对一些情感的疗愈 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 会有 就像你这样说 不过一样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